哈喽大家好 我又是这一身造型出现了 因为上期视频里面 大家一直都说 哎呀你的衣服是在哪里买的呀 这个视频 所有的链接全部都放上 这期穿它 真的是我研究了好久的 先说这一套吧 这个外套它是羊羔绒的这种 因为我特别怕羊羔绒穿的特别廉价 所以说我专门去选的这种 你说它是奶白 它也不是奶白 它带有一点点的灰度 其实这种是有一点复古的质感的 整体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的袖子长度是到这里 然后背面 背面也没什么好看的 反正给你们看看背面吧 北京现在可能已经快 三四度了这个样子 穿起来微微有一点冷 如果你的脸小的话 这样扣起来是挺好看的 它里面是这样的 是那种棉 你搭一个那种比较日系的围巾 或者比较简单款的围巾 这件衣服非常的日系 所以说你的内搭 千万千万不要鲜艳了 尽量挑一些像这种格子啊 或者是一些那种纯色的毛衣 千万不要穿复杂了 因为它本身就有点浮夸 其实特别是你妆容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涂类似于很深的颜色 我试过不好看 不好看一点都不搭 应该是搭一个灰色的毛衣 我只有这个黑色的 所以我就搭的黑色的 但是我想要穿里面 谁也看不见 我自己感觉就行了 然后它里面是这样的长裙 为什么我就突然下跪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买短的呢 因为太冷了 你知道吗 我的腿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年纪大了以后我就受不了 这件外套真的是一定要搭一个短裙才好看 才有那种娇小的女孩的感觉 老天不从我愿 一定要把自己的腿保护好 我好怕我老了以后老寒腿 而且它这边的风真的是强劲而有力 冬天穿搭方面保暖我是特别注意的 我给你看后面后面是一个小腰带 它是这样的 里面的毛衣你们好好搭一下 然后我特别搭了我的Sendure 还显得更加富贵堂皇 反正这一身我觉得蛮配的 我就不介绍鞋子了 鞋子我单独的说 我就多了一期视频 这个外套不是特别贵 我平时的穿搭也是挺学生党的 特定的场合我会穿的稍微贵一些 稍等哈 我有点忘记的那个价格 这件衣服非常的便宜 也不是非常便宜 但是我觉得是学生党能够接受的 就是这个外套是228 有没有打折了现在 没有 没有打折 里面的这个内搭的话 其实我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怪 为什么不设计成这种呢 我不想这样 你知道吗 我这 盔甲吗 其实它的颜色非常好看 格子的 然后但是这个 这个胸很平 但是我觉得大胸会更糟糕 就会压胸 如果你不是对这个设计有意见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的 因为什么呢 就是你一字大一的那种质地 你猜多少钱 下一个机会让你猜 猜一猜 我买成64 对 它就是64 对 就是这个价格 和这个衣服真的很搭 你们可以搭配下来 加起来 还没有到300块钱一套 除了说这个啊 这个内打你自己搞定嘛 经济又实惠 保暖又可爱 日系又甜美 就是我们这些小仙女应该穿的 呃 接下来一套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我有过很多疯狂往事 例如网上认识一位女子 这一套是一套内打 然后这个紫色的毛衣真的是超级温柔 你要是约会啊 或者是见男神啊 或者是见家长啊 我觉得穿这一套非常的文静 有气质的感觉 先给你们看一下整体啊 上面是纯色的嘛 然后下面搭了一个这种格子的毛线裙子 为了整体比较和谐嘛 搭了一个灰色的袜子 它这个就特别的薄 因为它是裙子嘛 我里面还穿了个袜子就无所谓 我还是对这个颜色一见钟情 它不是单纯的紫色 因为它有一点点带一点点黑色在里面 就有层次感 弹性很强 而且它很软 就是我里面是直接穿了内衣 然后穿了一个这样的毛衣 点都不会扎 非常的柔软 这种宽松的毛衣 可以让你的身材显得更瘦一些 我觉得是比较好遮肉的一个东西 大多数的毛衣都是袖子和身体这两块 有一个拼接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它是在手臂的这个地方 也是往下坠的那种慵懒的感觉 像这个香鱼籽的话 也是很好搭你下面的裙子 选这种浅色超短的 颜色和它差不多的那种色调就行 你的外套就可以穿那种 比如说浅色系的羽绒衣 或者浅色系的大衣都可以 头发可以攒下来会好看很多 然后配一个那种发饰 这个夹子在之前的那个帽子的视频里面 也出现了 你看它那个颜色 头发的这个毛衣好配哦 这种温柔的风格 它非常大妆 不挑人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还蛮好的 虽然这样的属性 我们有时候并没有 但是我们一定要从外表表现出来 是吧 每个女孩都应该会有一套这样的穿搭 不是说你一定是一个温柔的女孩 或者给大家表现出你文静的感觉 是因为你要符合场合 比如说你去吃饭 然后是一些很多长辈在那的话 你穿的很个性 我很喜欢那种暗黑风 然后涂着超级红 然后又黑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吐槽你 我就不想听到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样的一套 温柔的内搭 真的是灵丹妙样 没有人会挑你的词儿 我不是很想听他们 莫名其妙地吐槽我 类似这样浅色系的这种毛 其实可以多背一些 非常的百搭 OK 下一套 OK 这一身也是上一期我视频里面 然后穿过 然后大家说我很喜欢 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下 这一身衣服 这个外套 非常的不保暖 这是我一定要说的 春天的时候是真的很适合穿这身衣服的 而且特别可爱 就是那种暗黑的可爱 我专门还加了我的 我超喜欢的这个耳环 这个颜色和我口红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血色的感觉 是一个这样的小外套 这个地方是收起来的 然后它这个裙子很有意思的是 它是中国风的 它下面有两个盘扣 这个领它是这种有点中式的领 然后它的扣子是这种 它整个是那种绒面的 所以会有一点点粘毛 为什么我说不保暖呢 它其实是有棉的 但是它棉的很可怜 你看它只有这一点点 很薄很薄 所以我很担心你们冷 这个袖子是特别有特点 就是那种宫廷的泡泡袖 但是这个有一点点粘毛啊 你要注意哦 就是长辈那个滚子 我建议里面搭一个 黑色的那种景深打底 这样露出来以后 你不会尴尬 如果你里面什么都不穿的话 真的很尴尬 但是这个没有口袋 就这样吧 这个裙子下面是到 膝盖以下 它是这边的一个拉链 给你看 拉链其实还挺好拉的 就后面是这样 有一个问题就是 请看 它就卡住了 你要是像和我一样 喜欢这样的裙子的话 你就要接受这样的感觉 打车 然后你上车的话 都会把它捞起来一点点 你才上得了 这是一个 我平时生活中 也会遇到的问题 这个穿搭 我还是建议秋天春天的时候穿 因为这是黑色的嘛 如果你的耳环或者是你的口红不够抢眼的话 真的就很暗沉 这套下来相对于贵一些的 这上面这一套是289 裙子的话是149 看你的接受程度了 就是所有所有我推荐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去考虑你喜不喜欢 还有价格适不适合你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大家肯定也是聪明人 也不会说我喜欢什么 你们就买什么 虽然都很好看 这个耳环的价格 我上次有一个耳环推荐里面有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它也是这种格子的长裙 而且也是差不多长到了小腿中间 我很不喜欢我的脖子被束缚住 高领毛衣这种东西在我的视频里面是不会出现的 就好像有人要把我勒死的感觉 因为这个是紧身的嘛 然后我想下面一定要配一个那种 横斜你的腰身 然后横斜你的臀 然后下面有点收啊 这个茉莉色特别的正 中间还有一个这样的腰带也很好看 因为它的整体颜色已经很丰富了 耳环就搭得简单一点 这种超大的耳环 显脸小 就是当时我拿到这个外套的时候 我的在愁啊 怎么搭呀 我的妈呀 是一个均绿色的这种 类似于是大衣棉衣 就是像这种衣服 它你还可以把脸这样立起来 你的脖子就不会那么冷 我里面就穿了个胸衣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裙子 这么薄完全不冷 如果要南方的话 你真的毫无为止 你随便把它敞开出来 最爽的是还有口袋 而且口袋很大 可以在里面装好的东西 有一次我把我的相机都装在里面了 你就这样就很酷炫地走啊 你看这个衣服里面 它有多厚 就是均大衣 我真的觉得是均大衣 就是有点薄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毛病 还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你上车有点问题 其他没什么 然后这个袜子 我也觉得是搭对了的 就感觉自己是一棵树 这是我的树干 然后这是我的叶子 然后这是我的发 可能会有人觉得 有一点空这个地方 你可以带一个项料 那就不要带这么大脑的环了 我在家里面 因为有暖气嘛 我都有点热 所以我为什么说 它是一个帅气的 圣诞版的穿搭 就颜色很圣淡 大外套也是非常的酷 你可以自己探探这种小波浪 不过你短发的话 就更好看了 因为短发的话 可以直接把你的脖子 就下面露出来 我觉得这裙子已经很贵了 399 就是400块钱 这个红色的衣服 是69块钱 它的做工蛮不错 但是它的那个毛线 不是非常好的毛线 这个外套是非常贵的 415 就它保暖性和美观是可以的 如果你不搭这种风格的话 你还可以把它拉起来 戴一个那种毛线的 白色的小帽子 就像这个妹子她这样穿 就超可爱 看不清 正好快到圣诞了嘛 我以前老爱看日剧嘛 然后里面就有个场景 就是下着雪 你知道很多商场门口 就会立那种 很大很大的那种圣诞树 然后你就穿得超级可爱 人畜无害的小白2 就是那种毛茸茸的 整体就很日系嘛 然后你就在那个 商场的门口就这样待着 然后等着你喜欢的人来找你 就是这样 我特别想要那样 我就觉得很日趋 我喜欢 我也想知道你心里最想过的圣诞节是什么样子 反正像我们这种上班族 就是肯定没什么过头 但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想要去做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大学还有圣诞联谊 好啦 之前我也告诉过大家 我收到了DW送给我的一个圣诞礼盒 外观是这样的 盒子里面是个盒子 盒子里面还有一个盒子 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反而有一点浅金色的那种 我还选了一个它的那个袋是那种皮质的深棕色的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和你的肤色搭起来就很融合 搭什么衣服带起来都不是很违和 其实带两个的效果也挺好的 看人家本来就是成套子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作为高贵的圣诞礼物是比较合适的 除了这个定制的圣诞礼盒以外 里面还有一个定制的贺卡 有一个我的折扣码叫酱酱酱酱 四个酱 官网和线下的门店除了新品以外都可以打85折 这个85折的折扣是到三月份的 官网的指定礼盒是77折 除了我这个礼盒以外我就自己拿走了 然后我还争取了四块手表 这一期抽两块 然后再拿一期我的视频再抽两块 好了 我抽完了 拜拜 哦 你的剑密 刀断了我的心 虽然你讲说甜蜜语见你一句是浮现的东西 哦 你的眼睛是闪烁的信心 是那么样的声音 声音 进入所有的处理 不怕是外在没可靠 难以再没重要 我已经无法去思考 全部都忘掉 你对我实在太糟糕 我对你却太好 如今我只能自知后悔 只能自知苦恼 哦 你的剑密 哦 你伤了我的心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sorry that let me out in thing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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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